一家人为了躲避核辐射 竟然在自家防空洞里生活了35年 单身35年的亚当刚从防空洞走出来 就想找一个媳妇 当他看到黑人时 以为是被太阳晒黑的 还好心提醒他要暗示涂抹防晒霜 结果玩了一天一夜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突然他感觉肚子饿 在超市拿了点零食就准备离开 结果却被店员拦住 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在外面拿东西是要付钱 他突然想起父亲曾经送给他的棒球卡 那是我收集的棒球卡 现在是你的 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有超高智商的科学家 父亲非常坚定地认为核战争即将爆发 于是将自己家的防空洞改造成为了核避难所 一场意外的空袭让父亲误以为世界大战已经爆发 为了免受核辐射的伤害 科学家丈夫赶紧关上大门 甚至还为防空洞的出口设置了时间锁 需要等待35年辐射成的半摔器过去才能打开 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在这洞里生活35年 好在男人提前就准备好了充足的物资 这里不仅有自己家的超市 还有各种活鱼生鲜 渴望享用新鲜蔬菜 就亲自种植 渴望品尝美味鱼肉 就从家里的鱼塘自行捕捞 闲暇之余还可以看电视 尽管居住在地下 但生活质量并未逊色于地面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摧毁他们家园的 是一架失事坠落的飞机 家里夫妮理工学院说 飞机坠毁的这家男主人是一个天才 不过几乎接近疯狂 那么他和疯狂的夫人肯定在坠机前就已经离开了 除非我们得到什么信息 他们丧生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那他的亲戚呢 他们都回东部了 两人还深感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这场灾难 不久后 怀孕的妻子顺利生下一个大胖小 并给他起名叫亚当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地面上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曾经被炸毁的家园已经变成一片草坪 施工队在这片草坪上发现了一个井盖 工人们推测这很可能是化粪池 因此并未对其进行处理 还在这片草坪上建造一家甜品店 随着亚当逐渐成长 母亲开始教导他跳交际舞 以成为一名绅士为目标 父亲教导他外语 学术知识 以及拳击技巧 还慷慨地将自己的珍贵股票和球卡赠送给了他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物品在多年后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市值 尽管他未曾接受正规大学教育 然而亚当目前所学的知识与学校教育并无显著差异 时间如白居过细 转眼间亚当已蜕变为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 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母亲赠予他一件夹克 而父亲则亲手为他打造了一双独特的溜冰鞋 但他心怀期许 渴望早日寻觅到人生的另一半 毕竟他已经单身三十多年 在夜间休息时 室内突然传来一声异样的噪音 顿时惊动了睡梦中的三人 他们快速地跑到门口查看 原来是防空洞的三十五年使用期限以报 导致大门自动解锁 打开门后的夫妻高兴地跳着舞蹈 那我们这就上去吗 不行儿子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什么狗屎 海伦托马斯微博 可能我们在下面待的时间是有点太长了 不要介意他的法语儿子 狗屎是法语吗 是的 这是古法语 它是十六世纪的俗语 意思是大概是很好 你爸爸说的对 这样啊 狗屎 但是为了确保上方是否安全 丈夫首当其冲 决定亲自上去进行勘查 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 防空洞的上面早就已经演变为一座废弃的酒吧 当丈夫乘坐电梯抵达地面的时候 地震了 让他来吧 让他来吧 让他把整个加利福尼亚都毁了 上帝 上帝啊 我的上帝 上帝 因为我 我已经看到了光明 我来了 要和平 酒吧老板误以为是上帝降临 直接被吓得昏厥过去 父亲拿着手电筒捏手捏脚地踏出门外 三十五年的时间 原本豪华的街道早已变得破烂不堪 这是一个看似正常的女人跟在他身后 你在那次爆炸中活下来了 男人以为是核辐射的影响 已经导致出现了双性人的现象 吓得迅速返回家里 向妻子儿子表面外面环境状况严峻 并打算在地下再生活几十年 然而妻子一听立马无乐意了 因为他早已经厌倦了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 他希望儿子能够亲眼目睹蓝天白云和海洋威风的美景 丈夫听后情绪激动 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意外的是丈夫被气晕了 妻子不得不派遣亚当外出购买所需的物资 在出发前父亲郑重地嘱咐他 如果遇到心仪的女孩 务必确保他的身份和行为正常 很快亚当就乘坐电梯上升至酒吧楼层 此时的酒吧老板正跪坐着祈祷 当他看到亚当出现时 将其误认为是圣子 并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过 哦 主啊 你能宽恕我这种落魄的生活吗 我知道 他曾经很可怕 但这不是你的错 哦 而且现在一切的灾难都结束了 事情会越来越好 是的 是的 你明白吗 是的 是的 走出来就想找一个媳妇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外面世界的真实面貌 亚当内心充满了喜悦 结果完了一天一夜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突然他感觉肚子饿了 在超市拿了点零食就准备离开 结果却被店员拦住 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在外面拿东西是要付钱 他突然想起父亲曾经送给他的棒球卡 这些卡片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 于是决定前往一家收藏店进行咨询 当他将卡片展示给老板时 老板立刻被这张办事寄前的珍贵卡片所吸引 一开始以500块的价格试图忽悠他出售整合的卡片 亚当没有一丝怀疑老板的话 甚至还觉得自己赚到了 这时旁边的店员看不下去了 他告诉亚当这种卡中的任何一张都价值5000元 老板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当场解雇了他 你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找不到好工作吗 因为你不能把你那讨厌的嘴闭上 这就是为什么 很抱歉先生 如果你能不再那么粗鲁地说主的名字的话 我会非常感激的 你跟他有一样的问题 是的 我是跟他有一样的问题 走吧乡伴老 我带你出去 两人走出店门 亚当说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可能要麻烦夏娃帮他找个酒店 夏娃以为他是流氓转身就跑 亚当紧紧地跟在后面 并说可以给他一张棒球卡作为报酬 夏娃听后立马将他带到一家高档酒店 然而房间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兴起 他拉开窗帘 惊讶地发现这是他有生以来建过最高的房子 隔天夏娃把那张棒球卡还给了他 因为他认为这张卡片过于贵主 拿着他会让自己的心里感到不安 亚当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孩 心中开始萌生出一种心动的感觉 夏娃是他迄今为止见过最善良的人 还因为他失去了工作 他决定让女孩帮他卖棒球卡 然后购买足够的食物和日用品 装满几大卡车送给那些即将挨恶的百姓 并且向夏娃提供了一份让人无法拒绝的报酬 在金钱的诱惑下 夏娃产生了兴趣 于是开始了疯狂的采购之旅 这也吸引了众多路人驻足为官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买这么多物品 在采购结束后的某一天 亚当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夏娃能帮他寻找一位未受辐射影响的正常妻子 夏娃对此感到无言以对 在夏娃的帮助下 亚当体验了许多新鲜事物 感受和大海的拥抱 在公园里学会了溜冰 在夏娃朋友的带领夏学会了现代物 他对这一切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夏娃带着亚当一同参加舞会派对 希望可以为他寻找一位合适的伴侣 他原本以为亚当会很快等到不适应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亚当不仅与女孩们愉快地交谈 还与他们共同跳起了舞 瞬间就成为派对上备受瞩目的焦点 气愤的他直接把亚当叫了过来 问他是从哪里学会这样的舞技 这时夏娃的朋友前来邀请他共一位 为了让亚当生气 夏娃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看着他们交谈甚欢 内心郁闷的亚当直接上去就是一局 这种行为让夏娃觉得很荒谬 俩人不欢而散 等他回到家 朋友却说亚当和他的闺蜜一起离开了 尽管嘴上说与他无关 但身体却诚实地做出了决定 立即出门去寻找亚当 可就在他刚刚打开车门 一道声音就令他惊慌失措 不慎扭伤了脚踝 原来是亚当主动回来了 看着亚当为他处理伤口 夏娃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 原来他早已在无意识中对亚当产生了爱 亚当借此机会向夏娃表白 并邀请他加入地下生活 1962年 炸弹落在洛杉矶的时候 我父母躲到了我们家的核辐射防空洞里 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我想做的就是 带着你跟我一起到核辐射防空洞里去 我们可以在那里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 我爸爸说过 如果我找到了一个健康的年轻女孩 那我就应该把她带下去 然而夏娃认为这一切过于荒谬 亚当的行为举止让夏娃十分害怕 于是迅速与亚当告别 目送他离开 次日夏娃联系了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 声称要将亚当带走进行专业检查 亚当立马解释说自己只是迷路找不到家了 如果能让他回到地下 保证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任何人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他说的话 还要把他抓起来 吓得亚当惊慌失措立即逃离现场 随后他迅速驾驶车辆逃离现场 回到了他在地下的秘密基地 在那里亚当已经事先购买了大量的物资 但由于数量庞大 他不得不寻求酒吧老板的帮助 于是他召集了一批信徒 共同将物资搬运至基地 当夏娃抵达仓库时 发现里面早已经空空如也 他回到酒店意外地发现了一瓶1961年的牙膏 这是亚当在酒店留下的物品 这一发现 让他开始怀疑亚当之前说的可能是真实的 随后两人在亚当的行李箱中 又发现了几张1961年的股票 经过朋友与专业人士的电话咨询 惊讶地发现这些股票目前的市价 已经高达上千万元 夏娃为自己认识一个隐藏的富豪深感庆幸 因为他在亚当富有之前就已经爱上了他 他们决定展开寻找亚当的行李箱 一位朋友回忆其与亚当曾一同去过的一家书店 推测书店下方或许就是他所说的防空洞 于是他们来到书店不停地踩塌地面 这令周围的人感到困惑不解 最终夏娃未能找到防空洞 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 意外地再次与亚当相遇 夏娃迅速上前紧紧拥抱着亚当 这一刻相爱的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 他的父亲正在给大门设置时间锁 准备再将防空洞锁上十年 这时亚当带着夏娃来到地下防空洞 父亲目睹儿子带回来一个女朋友欣喜若狂 心想这十年儿子有女朋友陪伴也不会打斗目睹 亚当恳请父母两个月后再启动门锁 因为他还有一些事物需要处理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亚当将一些股票和棒球卡兑换成现金 在郊区建造了一个与地下室完全相同的房子 并将父母接过来居住 他希望父母可以逐渐适应外部环境 然后再向他们揭示核战争从未发生过的事实 母亲欣喜若狂终于目睹了久违的美景 然而父亲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他仍然对战争随时爆发抱有疑虑 因此在众人为察觉至极 开始暗中利用身体进行测量 根据推测 这似乎预示着还要在地下构建一个更大的防空 父亲的一生都在为躲避核战争筹划着一起 但尽管一家人与世隔绝30年 父母依旧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教会了亚当如何保持纯真的内心 和对世界的善良态度 因此亚当的内心仍然保持着纯真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知识和财富都是我们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同时保持纯真的内心和善良的品质也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关键